你这个月工资算不发了 专家都将一付费上班了 老板没给咱们要钱就算不错 专家的话你也能听吗 专家还说每个人家里都有50万现金的 你钱呢 爸 咱家的50万呢 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50万 50万没钱你有没有 你说的不发工资 老板 这怎么就发工资 不是让小小专家说明白了吗 咱们要响应专家的号召 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发工资是替我省钱了 非也 科据太小了 你们这小小工资看起来 但它是建设新时代的基石 这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化剂 是公司囤亡之际的解药 那当你们想成为时代的罪人吗 老板 公子 我不要了 在水火呗 你啥呀 你有没有脑子 老板 我睡了 给你 我多介绍 老板说专家建议节约用水停留水价 以后公司的水50块钱一倍 老板说专家建议呼吸收费 没人每月200 老板说专家建议 专家别建议了 没钱交了 专家建议没钱年轻人多打两份工 老板又帮你们找了份保洁的活 老板说专家建议